一起學成語 優格姐姐 我們在早上學校校圈要跳大會操 你都練習好了嗎 當然練習好了 我們都練習了一個多月了 糟糕 我每次都偷懶 沒有去練習耶 那甜甜姐姐 你明天怎麼辦啊 不然這樣子好了 優格姐姐我知道 明天我就跟著你的動作一起做 就好啦 但是甜甜姐姐 你都沒有來 你不知道老師把你排在第一排耶 什麼 讓我慘了 優格姐姐 你趕快先叫我幾個動作 好讓我應付明天的表演 甜甜姐姐 我們練了一個多月 你才練一下子 這樣子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大會操有這麼多人一起跳 不會有人發現的 甜甜姐姐 你這樣子是爛魚沖樹 不可以喔 優格姐姐 什麼是爛魚沖樹啊 爛魚沖樹是一句成語 那現在就跟著優格姐姐 一起來學這句成語吧 魚是一種樂器 魚演奏的音樂很好聽喔 可是這個人好像沒有認真演奏耶 喔 他根本沒有吹出聲音 爛魚沖樹是指沒有能力的人 卻混在高手裡沖人樹 爛魚沖樹 這句成語是來自戰國時代的故事 戰國時代有一位齊軒王 很喜歡聽樂器演奏的聲音 尤其是魚這個樂器所演奏出來的聲音 所以啊 宮中有三百多人的大型樂團 並且演奏給齊軒王聽 優格姐姐 就像我們跳大會操一樣 嗯 沒錯 有一位南郭先生 他這個人啊 沒什麼本事 可是 卻很愛耍小聰明 他聽說啊 宮中裡面的樂團 薪水很高 因此他就想 這可是個賺錢的好機會呀 過了幾天 南郭先生去買了一隻上等的魚 再透過別人的幫忙 順利進到宮中的樂團工作 每次表演的時候 南郭先生都假裝自己在吹奏 其實啊 他只是做做樣子 他噴噴就不會吹魚啊 如果有人要求南郭先生演奏一曲 南郭先生就會抬起下巴驕傲的說 像我這種高手 可是不隨便表演的呢 就這樣 南郭先生在宮裡混了好多年 他自己也都很得意 覺得自己真是太聰明了 一年又一年的過去 齊軒王死了 換成他的兒子當大王 新的大王也跟爸爸一樣 喜歡聽魚演奏的聲音 只是 新大王喜歡聽獨奏 啊 單獨演奏 那南郭先生不是要被發現了嗎 對啊 所以每個人都要輪流上台表演 南郭先生知道這個消息 正是害怕得不得了 這下該怎麼辦才好啊 我根本不會吹魚啊 萬一被大王發現 我一定會被砍頭 我還是趕快逃跑吧 南郭先生就在夜裡偷偷逃出宮外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看過他 這個事件傳開來之後 大家都像南郭先生式 爛魚沖術 意思是指 不會演奏魚的南郭先生 只是混在樂團裡 沖人術 就像我一樣 不會跳大會操 卻假裝會跳 這根本就是 爛魚沖術 嗯沒錯 後來大家就用來指 沒有能力的人 卻混在高手裡面 沖人術 謝謝優格姐姐 我懂了 我以後再也不會 爛魚沖術了 這樣子大家都認識 爛魚沖術 這句成語了嗎 一起學成語 我們下次見 拜拜